跟大家說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昨天在我家門口的奶茶店 聽到了 愛如火 海外的觀眾可能不清楚這是個什麼梗 但是大家應該在去年都有聽說過一個新聞 就是抖音上有一個名叫俄羅斯娜娜的網紅 靠著憋著的我愛國口音以及我愛中國的財富密碼 在抖音上稀粉百萬 可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夠看出 這明顯就是一個靠著濾鏡偽裝的中國人 可就是這麼拙劣的片數 卻依舊讓許多中老年用戶深信不疑 後來被網友們曝光 這個俄羅斯娜娜其實是一個化名為 納伊娜的湖北農村婦女 有些新聞甚至說俄羅斯娜娜是個男的 當然這個就是誤傳啦 她是個女生 真實身份被曝光之後 俄羅斯娜娜的抖音帳號被官方永久封建 但更荒謬的來了 在去年的6月 納伊娜再次以大中國娜娜的抖音ID匯圖轉身 但這一次追隨她的擁盾們 不再是那些沒有基本判斷力的中老年用戶 而是Gay 接著在去年的年底 納伊娜更是推出了第一首個人單曲 《愛如何》 一時間席捲了中國的各大Gay Bar 說實話我真的覺得很荒謬 從一個靠著抖音濾鏡兜售廉價財富密碼的網紅 一夜間變成了中國的同志Icon Sorry 這真的有點超出我的理解能力 有任何地方就有Drama Drama的地方就可不可以在家 我是Coma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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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看到的很有趣的故事 YouTube上有一個我以前很喜歡的頻道 Buds Feet Unstop 它是曾經最大的網路媒體 Buds Feet旗下的子頻道 和因為極端的選題以及政治立場 而逐漸被觀眾拋棄的Buds Feet不同 Buds Feet Unstop真的是 許多歐美觀眾心裡一難評的白月廣 主持人Ryan和Shane 每期節目都會探討一個未解之明 有時候是懸案 有時候是陰謀論 在節目裡 Ryan作為一個有著日本和菲律賓血統的二代移民 真的是每一期節目都在致力於打破歐美主流社會 對於亞裔比克承襲好的刻板印象 因為Ryan本人是堅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對於各種都市傳說更是信手年來 什麼蜥蜴人啊光明慧啊羅斯威爾的UFO啊 每當Ryan講到一些過於荒謬的東西時 作為功課男的Shane總是忍不住要吐槽 不過也正是他們二人充滿chemistry的有趣互動 讓他們的節目在YouTube上廣受好評 很多時候我都不禁想問你們真的不是情侶嗎 開玩笑的他們兩個都是指南 不過其實也很好理解 中文圈裡面講的都市傳說的頻道這麼多 最受歡迎的不還是勞高和小莫嗎 所以很多時候觀眾在意的並不是你的炫體 而是你們之間的小火花 在2018年的9月8號 BuzzFeed Unsolved發布了一期影片 The Treacherous Treacher Hunt of Forest Fan 一場關於Forest Fan百萬美元寶藏的神秘探險 這個名為Forest Fan的男人出生於1930年 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加入了美國的空軍 並在退役時受封了少校的軍銜 在空軍服役的那段日子裡 Buzz轉轉於世界各地 也順便參觀了許多的名勝古蹟 Buzz在自傳裡面說 便是從這世起 他發現自己對於古董文物以及各國的歷史 都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 於是退役之後 他便和自己的妻子Paggie 在新墨西哥州的Santa Fe 開了一家古董畫廊 根據People雜誌1986年的專訪 Fan的古董畫廊生意非常好 在當時全年的交易額 就已經達到了600萬美元 甚至連大導演Spielberg 都是店裡的常客 但是兩年後 Fan卻被診斷出了癌症 更嚴重的是 醫生說 這次很有可能就是Fan生命的終點了 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能要離開這個世界的Fan 便開始思考 如何才能在地球上留下一些自己的足跡 於是一場尋寶遊戲的想法 當然命運對Fan並沒有那麼的殘酷 他不僅成功的戰勝了癌症 還在2010年的時候出版了自傳 雖然幸運的戰勝了病魔 但是開啟一場尋寶探險的想法 已經在Fan的腦海裡生根發芽 同時也正是這本自傳 拉開了一場長達10年 數萬人參與的尋寶遊戲 Fan在一次美國全國廣播電台的採訪裡說 他在北美的洛基山脈 埋下了一個價值超過百萬美元的神秘寶箱 這個外表是古羅馬風格的同質寶箱裡 有他經營古董生意 這幾十年來的數百件珍藏 比如有從圖坦卡門墓葬裡出土的猛禽木乃伊 19世紀的傳奇印第安酋長 Sitting Bull的燕豆 以及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卡斯特軍官的十字架 而找到寶箱的九個線索 都藏在他自傳的一篇24行詩裡 Fan說自己埋下寶藏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那些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 生活過得不順遂的普通人 在自傳裡Fan也給出了藏寶地點的大致範圍 New Mexico Colorado Wyoming and Montana 這個消息溢出立刻激起了全美尋寶愛好者們的興趣 有人甚至辭掉了工作 在可疑地點的附近租下了木屋 就為了成為發現寶藏的幸運兒 甚至還有報導 這十年間有六個人為了搜尋寶藏而遭遇意外去往了另一個世界 這些意外的發生甚至讓新墨西哥的警察總長 Fit Casatus 在公開場合噴求Fan 結束這場尋寶冒險 因為他不希望再有人為了尋寶而發生意外 而Fan本人呢 每年都會在自己的個人網站上公佈寶藏的近況 從2010到2019的十年間 沒有任何人找到Fan的寶藏 Bots Feed on Soft的兩位主持人Shane和Ryan 也在2018年嘗試去探索這個未解之謎 Ryan通過分析線索 最後把區域縮小到了兩個州 Wyoming以及New Mexico 其實二人在影片裡面有分析到 Wyoming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美國著名的黃石公園 大部分就坐落於此 而且Fan童年時期經常為了父親 一起到黃石公園徒步 這裡承載了他的那麼多美好回憶 把寶藏埋在這裡也很合理吧 但是黃石公園的政策是比較複雜的 如果你在公園裡面撿到失物 是不能夠直接站為己有 還要經過一系列複雜的手續 所以Ryan和Shane最終決定 把目的地定在New Mexico 因為Fan本人就居住在這裡 如果他想要檢查寶藏是否已經被人找到 也比較方便 當然Ryan和Shane並沒有那麼幸運 他們二人最終也是下雨而為 不過有一點他們倒是猜中了 寶藏就埋在他們錯過的Wyoming 而找到的人呢 居然是他們的前同事 在2020年的6月 Fan在個人網站上宣布 他的寶藏被人找到了 而找到他的人 是一個名為Jack Stoof的32歲醫學生 更有趣的是 他還曾經在Buzzby工作過 寶藏被發現後不久 Forest Finn也在這一年的9月7號 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批寶藏也在2022年的12月 進行了線上拍賣 最後拍出了130萬美元的高價 不過在Fan離世的一年後 一個來自法國的藏寶獵人 Bruno Raffolz 卻對離世的Fan發起了1000萬美元的法律訴訟 Bruno聲稱自己是第一個破解藏寶地點的人 寶藏原來是藏在科羅拉多州的西南部 但是在他告知了Fan自己破解了謎題之後 Fan卻轉移了藏寶地點 自己是因為疫情原因 才沒有能夠第一時間趕到科羅拉多州挖出寶藏 不過Fan的親屬們對於Bruno的指控 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回復 最後希望大家 包括我自己 也能夠在2023年像Jack Stoof一樣發大財 OK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BYE